创世基金会长期为职务人并有服务 由于疫情的影响 创世新竹分院的收入也大不如前 尤其设备方面也是逐年老旧需要抬换 在国际统计会竹苗区各分会会长的支持下 创世新竹分院也判来新设备的加入 统计会本身就是照顾幼童第一预先 除了照顾幼童以外也要照顾老人 老人也是我们服务的七块 这个七块因为我们同计会继续来打拼 一起来努力 当然我们也看了许多的影片 创世基金会给我们看的影片 看起来真的我们在座所有的同计心音们 何卡何处真的是很快乐很幸福 看起来我们往后还要继续来为我们创世 来募款来加油来打气 国际统计会竹苗区和各分会会长在众会友的支持下 也捐赠七万语言经费 希望透过抛砖引玉 让创世新竹分院无后顾之忧 继续为植物人服务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帮院民理法 那每个月理法的设备会长的很快就容易损坏掉 那我们就要增设这些理法器 那还有床栏的部分 还有电动场的那个马达的部分 这些是我们要增设的部分 目前还有就是其他的设备也老旧了 像我们的倾斜床 还有生理监视器这些 因为已经有三层楼 那这些东西呢 事实上我们只有一台的使用 那只能从 如果遇到任何状况的话 就只能从一层楼赶快移到别层楼去使用 那我们希望是能够各层楼都有一台可以使用 由于近年来景气不佳 捐款经费也持续下降 今年更碰上疫情的严重打击 创世基金会新竹分院也呼吁大众 继续力挺创世新竹 电话专线03-523-1137 凯波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